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翔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日向夢魘集 來自異世界的最強聖騎士喔 那在打之前大家一樣可以先把影片旁邊的備註稍微看一下 就是建築物要練 有進場跳技 還有無視很多盾 這些都很有用喔 那如果說時間比較不充裕的玩家 有觀眾朋友是跟我說啦 可以練到LV11就可以 但你如果說會擔心的話 一樣是可以練到滿喔 LV11好像是已經各大G8盾都有無視掉了 那LV20的話是有進場跳技跟額外的背攻 那當然練滿是比較舒服啦 就是利大於弊嘛 好 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用不同的隊伍來做一個好打 以及解三成就的示範 那第一隊我們就先來使用這次龍練後的一趴大獎 也就是魔王力母鹿 來打一個一次三成就 那這一隊是不會用到暴風龍的加1P羈絆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有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或者是把頻道首頁的解惑影片再多看幾次也行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有沒有進場滿滿的優惠啊 這個看上去都舒服了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先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選個智慧之王 好來接著我們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這邊我們點暗星暗星暗星 好那接著這邊我們把暗星 對不起 我們把暗星稍微切開就可以了 因為對面要七組屬性豬啊 但是現在我們版面上 屬性豬其實只有三組哦 因為新豬不是屬性 但是現在有一個好處 智慧之王把暗星都變成一宵了 所以你可以跟我一樣 第二直行的第二顆先拉到最右邊 往下兩步再拉回來最左邊 哦這個版面 就舒服了有沒有 七組屬性隨便有 好那這邊第一關就可以直接順利收掉 沒有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個子願的記憶 好然後我們再開個記憶 好那這邊我們只要符合紅綠燈大力轉就好 雖然我有寫到注意五十步限制 看起來好像很可怕 可是實際上敵人的血只有七兆 我們這邊隨便打都是百兆起跳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直接試給大家看好了 我就簡單轉個三康就好 好我甚至連第四康都不要 三康就好 我就讓大家看一下 也沒有昇華哦 嘿那這邊打出去的傷害 嘿非常的足夠 真的隨便打隨便百兆啊 沒有唬爛大家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我們先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選個誓約之王 這邊先解鎖 好來第一回我們就先開副隊的記憶 然後全版點暗 好那這邊直接送他 OK 好接著第二回呢 我們改成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這邊一樣全版點暗就可以了 好 好接著第二條血我們開副隊的記憶 然後這邊我們點暗星暗星暗 好因為對面要五祖童 好這邊就收掉完全沒有問題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補一個龍科之力 然後這一次我們選擇暴風之王 欸我們要來快樂牌豬了 然後這邊我們補一個藍家 好那這邊我們等一下就是大力牌豬 然後不要手銷到光就可以了 我們第一動可以先把紅綠燈符合 好來接著我們就去把這個C數拉到最高 好有牌豬大家應該會心安一點點啦 這邊就是盡可能把你能看到的C數拉到最高 那就好了 欸對你看我這邊還沒有排完 可是等一下看一下傷害喔 非常的足夠 你只要不手銷光 好這邊是隨便打隨便過 好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自己的記憶 好然後這邊我們點水暗水暗水暗 好那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有五鼠級喔 記憶就可以處理 而且記憶甚至最後那下五鼠射白白是可以直接射穿的喔 好接著第二條血這邊 欸我們再來開一次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再選一次暴風之王 我們又要來快樂牌豬了喔 好那這邊我們補一個子願的記憶 好然後我們再開小黑 好開小黑是為了把C數稍微做一個補足喔 因為對面的C數也來到27了 這個要注意 好那我們只要有開子願 我們就是抓子願 然後去把它消掉 那一樣這邊你可以 就你能排到的C數 把它那個最大化喔 喔這個版面舒服的啦 好那如果你覺得牌豬很煩 你可以跟我一樣就來回動一動 它那個時間就會結束掉了喔 好那子願的記憶其實已經有 五四二三四五鼠 這邊只是剛好轉到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六 好第六這邊的話呢 第一回我們先開副隊的記憶 好然後這邊我們點光暗光暗水暗 好接著這一回我們要空轉喔 就是把第一直行的中間 直接拉到第六直行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第二回要做的事情呢 我們要先去把這個印記消一消 但是這一回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轉圜的時候要停在這個血域地裡面喔 所以這邊我們稍微把它停在這個血域地裡面 為什麼要停在血域地 我們要故意不發動攻擊 要不然你消到光打到它 它還會反擊很煩喔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停在血域地 好那接著第三回 我們又可以開龍科之力了 然後這一次我們一樣選個暴風之王 再來快樂排出一次喔 來接著我們開紫苑的記憶 好然後這邊我們可以再補一個克雷曼 好那剛剛有說喔 我們只要有開紫苑 就是要先抓紫苑去把它消掉 所以這邊我們第一動就是先把紫苑消一消 好接著就是快樂的排出時間了 我們就一樣把這個C數最大 但是這一回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轉彎 不能停在血域地裡面 因為這一回我們是正式要進攻了 你如果再停血域地的話 就是我們要再多花幾回合才能去處理它 好那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七 好第七這邊我們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我們點全版按珠出來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抓自己 然後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就放到這個格子裡面去 好現在隊伍技 內建無視數字盾啊 這個數字27 完全不用鳥他 好接著來到第八 好第八這邊第一回我們先開個小黑 好然後這邊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送他兩回合 那這兩回合你要說多轉一點 去回復一下魔王的EP行不行也可以 但是我假設大家都很倒楣只能轉到一康 所以這邊我兩回合都一康送他就好 表示我沒有什麼去回到EP哦 但如果說EP還是足夠使用的話 那通關上大家就可以不用擔心了哦 好兩回合送完之後第三回這邊我們在開龍科之力 然後這一次我們一樣選暴風之王來快樂牌珠 好接著這邊我們開紫苑的記憶 好那這邊一樣要抓紫苑消掉 只要有開紫苑我們就是抓紫苑去把它消掉 好接著一樣把C數最大化 好然後這邊一樣你如果覺得說牌珠很無聊 就動一動 他就提前結束了哦 好這邊一樣帶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好接著準備來到第九 好第九呢我們就開復隊的記憶然後全版點光 好這邊就直接送他哦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我們開自己的記憶 好然後這一次對面要的是五組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我們點水火木暗星星 好那就直接送他哦 好那這邊二血也是直接順利突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好接著就準備來到王關啦 好王關這邊的話呢第一條血我們開復隊的記憶然後全版點光都直接送他 OK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哦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 誒有沒有我們的魔王 跟正魔王力母鹿 一批都還是夠用的 所以剛剛那個一C一C也完全沒有問題哦 好啦那這邊的話我們開龍科之力然後選個智慧之王 這個智慧之王就是要來加康了哦 因為對面的C數已經來到37啊 正副隊長蒙王加16 好然後再加這個20已經36 對面的37可以輕鬆達成哦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再補一個子願的記憶 好然後這邊我們可以開自己的記憶 然後我們就點暗星暗星暗星 好那因為其實現在版面有一消啦 所以你說要把這個暗星切開 或者是直接送他都可以哦 反正我們是已經贏了啦 好二血這邊也順利收掉 好那第三條血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空轉兩回合送他就可以了 敵人就會自己死去哦 好啦那以上這一隊的話呢 就是魔王力母鹿三成就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